张燕,23岁,北京人,首都京邦大学,国际贸易大专 各位老师,现助主持人,现场嘉宾,大家好,我叫张燕,今年23岁,来自北京 虽然今天才是23岁的我,但是我也已经有了四乡,大概有四年的工作经验了吧 一直从事的是秘书与助理这样的工作,今天来到非女莫属这个舞台 我还是想找一份有关于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谢谢 张燕,之前有过多长时间的工作经验? 秘书,助理这方面大概三年半吧 三年半,月收入是多少? 大概3K吧 3000块钱左右 对 花费大概多少? 花费,那是分阶段吧 像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花费比较多 你今年23岁,你是把从什么时候开始定性成是年轻和岁数大的? 因为是这样 那个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是18岁 18岁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年轻的 年轻的时候?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挣的不是很多 我肯定没有最后离职的时候是3K 那会儿有多少? 那会儿是1500左右吧 1500左右,花多少? 花3500,2500 花2500,3500 大概是这样吧 那你的那个透支的部分是什么?刷卡 信用卡 信用卡 这哪来钱? 还在去找朋友借钱或者是? 我妹妹 你妹妹 你还有一个妹妹啊 对,我像没有说 其实我是双胞胎 我是姐姐 你是双胞胎姐姐 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 对 然后妹妹替你还 对 她 带我 就是 帮我还 你说到这还很激动 和妹妹感情特别好 对不对 嗯 妹妹是提前要告诉你 跟你沟通 然后说 没有 怎么说到妹妹还哭成这样啊 因为 嗯 从小不懂事嘛 然后 然后就是 因为 两个孩子嘛 然后家里的负担会很大 嗯 一直是 妹妹在 做起 当起的姐姐吧 我妹妹很 很棒 然后因为 我今天来到这边 我也想告诉我的家里人 告诉我的妹妹 我说 我也不差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能力 我自己的努力 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好 可以让家人 朋友 妹妹相信我 我也是最棒的 嗯 张耶今天真是 是带着信心 带着劲来的 对不对 嗯 所以有话想要跟妹妹说 对不对 不用老通过 我们也不用通过镜头 当面跟妹妹说 好吗 长得挺像 就是你是大一号的 所以你是姐姐 她是小一号的 所以她是妹妹 她很棒的 她很棒的 她信心卡的速度 特别快 对不对 倒不是体现在这方面 她真的特别特别的 有能力 我一直都特别相信她 只是我总是觉得 她有一些才华 没有被挖掘出来 然后我相信这个舞台 会给她这个机会 让她去实现自己 好 实现自己的价值 谢谢 谢谢妹妹 给她鼓励 但是在你说这番话的时候 你的那个语气和价势 你绝对像姐姐 好 这样 张俊下去 观摩 好吧 给姐姐打气 接下来这就是 你一个人的舞台了 好吧 谢谢张俊来 谢谢 谢谢 要求职 求什么 人力资源的什么 我是这样觉得的 因为我的 我觉得啊 个人认为 这个语言表达能力 相对还算可以 我想觉得 人力资源的招聘 或者说培训 这几大块吧 我觉得我都可以去 尝试 培训 培训 你去培训别人 就是 先从助理做起嘛 先从助理做起 慢慢的长经验 对 所以你在说 做人力资源的时候 不怕最低岗位 不怕 甚至于是最低岗位的助理 都不怕 不怕 好 张业 没有什么经验 愿意从最最基层做起 十二位 你们认为 张业应该继续还是离开 请选择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 你的开局非常好 十二位都给你留机会 你现在要向十二位 证明你有才 同时 别对我说话 十二位有什么问题 你能不能现场 当一个公司的招聘 前期的电话通知员 你通知这个人呢 就是绍刚老师 你帮我们演示一下 我给你们投完简历之后 现在可以面试了 对不对 好 来给我打电话 那个不用按了 喂 来你好 张秀刚吗 你好 我们是非女魔术这边的 你好 我记得我看到您的简历了 您有投我们公司这边的兼职主持 是 那个您看你有没有下午 或者明天有没有时间 我今天下午不行 那您看您明天呢 后天呢 到后天呢 您看您这一星期吧 您看您这一星期吧 因为我们这 因为我们这个 我是这样 因为我最近几天 确实没时间 这第一 第二 我还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去 是这样的 我觉得您可以先过来 尝试再看 您要不要再犹豫 是在想些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同时投了好几家 还有几家比你们好 我觉得没有关系 好与不好 应该再过来看一下吧 您应该不要这么妄自的去 对 对吧 也许我们这家公司 您没有相同 但是会让您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稍等啊 假设这电话结束了 美翔 我怎么觉得 他像卖保险 没错 我也觉得 这个销售的意味很重 你上一家公司 是做什么的 我上一家 最后我在的部门 是销售部门 你看 你看果然是 就是我一定要问这问题了 因为人力资源 好像门槛特低 现在好多小女孩 愿意想人力资源的原因 就是安定 嗯 对 我觉得可以养家 还没问你 告诉你了 就是安定 可以养家 没关系 这边 做这个工作有什么目标吗 除了可以养家之外 除了可以养家之外 还有什么目标 就是越做越高吗 就可以养家了 最低称部可以养家呀 你是一特nice的女孩 特别好啊 现在我是你老板 OK 总监过来 马上裁200人 你们部门 就跟你最亲近的两个 行政主管 还有绩效主管 全裁掉 这是真正的人力资源 我知道 人力资源 怎么给你一种安定的感觉 不是 我做了六年HRD HR我就从来没有感觉到 我安定过 因为我是这样的 因为我接触的 我觉得HR每天都很忙 每天都会有压力 每天都会有挑战 我指的安定 就是说 做销售啊 我不喜欢做销售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最早最早 第一份工作 就是做销售 就是电话销售 听到对面的 叭叭叭掉 挂电话的声音 我觉得我自己心里 承受能力太差了 举个例子 就是说裁员这事 你觉得你心里能承受吗 我觉得这个我倒可以接受 因为是面对面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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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使点劲啊 我绝不是 应该更难接受 我绝不是为难你 你现在在那个公司 做人力资源 老板说 让你现在出门 把你妹妹裁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因为他有更好的机会 去发展自己呀 这家公司 老板不用你了 你可以找一些 更好 更适合你自己的呀 所以你每次都会 假设你做人力资源 你要去裁 你都会走到他面前说 恭喜你 祝贺你 你被裁了 你知道吗 那倒也不是吧 因情况而定吧 哦 只是我觉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领导部欣赏你 你何必在此留着呢 我直接两档一个问题 你不同意我就灭灯 你愿不愿意做 零售店的导购 可以包装你养家 因为有基本工资和提承 我知道你这边的 零售店的导购 愿不愿意做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谢谢你 那我也直接问吧 你了解我那边吗 我可以让你人力资源 和那个招生招商部 那个不叫主管 就是顾问这样子 你能做吗 顾问 就是销售 相当于销售 相当于往外卖课程 他们那块都叫顾问 我知道 销售 你愿不愿意做 同时兼顾人力资源 对 我想老师 你能再留我一下吗 因为我想 你再考虑一下是吗 对 而且还没有到最后 我们给大家的机会 好 十二位认真考虑 你们决定 让 这位可爱的 爱哭的女孩子 继续 还是离开 没有关系 对对对 我也很喜欢你 对 所以说我觉得 谢谢 好了 别光停留在喜欢的阶段了 谈钱不伤感情 少刚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都灭他 刚才我赶紧跟我们旁边的交流了一下 非常好 大家一致认为 你心底比较单纯 爱沟通 这分明不具备一个HR工作者的特质 HR是嘴把风急眼 你呢最适合干的工作 给你只条名路 就是销售 我想说一下 你让人感觉特别舒服 你知道吗 我想说一下 是这样的 因为我三年半的工作经验 我曾经升了三个岗位 其实我是最初是以前台身份 进入到我之前的公司 自己在经过了 其实刚到前台不久 就被别的部门领导发现了 其实就是销售部门 做了销售的总监助理 然后结果呢 做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吧 又被集团副总 但是他自己所属的事业部也是做销售的 又被他发现了 然后做了总经理 他的总经理秘书 你说这么多伯乐 都说你是批千里马 你非说我去拉墨去 这真是有点多余 大家都告诉你 你应该做销售 结果你就宁的劲 说你要做人力资源 刚才惠普已经一针扎到你死穴上了 大家都使了挺大劲了 但是张叶现在 就坚定了要做人力资源 对不对 所以最后剩下来的只有行业 销售课程 又兼职 担任人力资源的工作 应该是销售的大概占到一半 人力资源大概一半 谈吧 看老板吧 老板您先说吧 我们大概就是说三千五的底薪 这样子 然后提成的话 三万元之内是百分之三的提成 三万元以上是百分之五的提成 然后有不同的比例 公司都有正规的规定 嗯 我知道了 嗯 好 所以 我希望你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再仔细想 虽然大家给你灭了灯 但是不妨碍大家给你提出来了那么多的建议 很珍贵 张叶我越来越发现 在柔弱的外表下 你的内心是那么的固执 脆弱 我说 固执 但是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因为是你在选职业 请思考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请思考 你不愿意 怎么能够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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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韩业老师 我选择韩业老师 也谢谢老师们 对我的支持 也挺厉害 谢谢 谢谢 我选择韩业老师 我选择韩业老师